我的頭髮也是歪的 希望這會是我最後一次隔離 第一次隔離 不要走 怎麼會是 一些些細胞 你怎麼會是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20天 然后我明天再住一个晚上之后 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因为我的隔离已经到了尾声了 所以我就稍微整理了一下 我这次隔离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对于 整个隔离的过程都很感兴趣 也不是很感兴趣 可能他们有需要吧 首先整个入境的过程 其实在机场都会有专门的人 会带着你说 你现在要去坐这个车 你现在要排这个队 你现在要做这个检查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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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机场里面发生的一切 其实你都不用太担心 那我想根据你抵达的时间 还有那一段时间 有没有人被确诊或是怎么样 都会影响你在机场里面待的时间 自己是大概大概四个半小时左右 但是我也有听过 可能有七八个钟的都有 跟台湾不一样的是 台湾是你出机场之后 你要自己付钱去做防疫继承车 到防疫酒店 那香港的话 它是统一会登记你 然后就跟你说 这几家酒店会做 例如说5号车 4号车这样子 然后他们会有专门的专车 送你到酒店 然后直接让你上 房间里这样子 那再来就到酒店的部分 那我这一次订的是 那个Holiday Inn Golden Mile Hong Kong 其实这间本来真的不是我的第一首选 但是我那个时候大概10月中订的 所有的酒店真的是几乎是全满 然后一直满到明年的一二月 刚好我那时候在查的时候 他们公布了最新一轮隔离酒店 然后才有订到这样子 那如果你有要住酒店的需求的话 真的尽量大概三四个月前就要先做准备 因为即便是非常非常贵的酒店 其实一样是一防难求啊 你知道吗 那当然还有一个风险就是 因为政策一直在变 所以我有看到有些人 可能本来是14天 然后突然被加成21天 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先跟酒店问说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处理 香港的话我记得在官网上面 是可以看到availability 但是我的建议还是大家都把 你的check in check out时间 你从哪个地方飞过来的 你抵达的时间 这些你都写起来给酒店 然后他们会回复你说 他们现在有拿几间房间available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好终于要来到我们的review 我这次做的房型我有点忘记 我会放在萤幕上面 首先第一个是价钱 我给它5 out of 10 这间其实不是一个非常budget friendly的地方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太多选择 所以才选了这里 这个价钱其实我也会expect会多一点的服务啊 或是多一点的怎么样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demand跟supply吧 因为demand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它价格提高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是环境 环境的话我给它6 out of 10 首先它的空间跟香港的酒店比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蛮大的 这一点非常值得给一个赞 再来它的厕所有翻新过 我觉得就是变得很漂亮 整个房间的色调都是属于浅木头色 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风格啦 那减分的部分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地毯的地方 我之前有在其他vlog说过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地毯的人 再来是食物的部分 食物的话我给它3.5 out of 10 首先它的好处是你在入住之前就可以把21天的三餐都选好 坏处呢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如果你要入住这间酒店我有几个tips要给你 第一个是不要选港式的早餐 然后第二个是不要选任何韩式相关字眼的东西 因为真的很难吃 不过他们家的日式餐算是还可以接受啦 下一个是entertainment 这个我给它6.5 out of 10 大家之前有看过 他们每个礼拜会发一些奇怪的儿童意志游戏给我们 他们其实每个礼拜都会有些不同的线上活动 包含什么wine tasting啊yoga或者是一些trivia game等等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完全在隔离期间没有事做的话 他们是有提供一些娱乐的东西给这些住客的 再下一个是睡眠 这个我给它5.5 out of 10 这张床呢是一个king size的床 然后所以你当然滚来滚去这个是不成问题 不过呢它的枕头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你一躺它就会陷下去的那种 虽然它有分硬跟软 但是我睡起来是没有差别的 都一样很软 很常睡起来就是腰酸背痛这样子 再来呢是overall service 然后这个我给它4 out of 10 首先可能是我个人的经验没有很好 就是我打去front desk大概5次吧 然后我记得有两次还是三次 是等了三四分钟都没有人接 然后有一次是打一打 然后电话就突然被挂掉了 可能是他们的人手比较不足吧 但我觉得就是以我很主观的感受来说 服务没有那么好 不过呢还是要平反一下 有个专人是会不定期的打掉给你 就会提醒你要做test啊 然后会问一下 就是住的怎么样啊 身体状况啊等等 如果有人问说你是不是要自己洗衣服 答案是是 因为你在这边21天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 可能贴身衣物要洗的 那酒店会有提供就是全新的那个洗衣精 但你就真的是要收洗 然后把它晾干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是 就是这边是没有办法提供像是 运斗或者是 叫什么 heater的 如果他没有办法确保这个东西可以被100% sanitized 他们会怕有交叉感染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很想要某些东西的话 你就要自己网购来酒店 然后 然后走的时候再把它带走 好 以上就是我对这次隔离酒店的一些review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 但是如果是一些跟政府规定相关的话 大家可能还是要打电话去公家机关问才会比较准确 这两天呢我除了要回家之外 非常的忙碌 因为我们最近有在招新的同事嘛 就是有 对 所以我这几天有蛮多个interview 还有一些会议要开 然后又年底又有很多总结啦 要报告啊 blahblah yeah wish me luck 最近压力有点大是真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世界上谁压力不大对吧 镜头是wide的但是whatever 我的头发也是wide的但whatever 现在是晚上的11点半 然后我明天早上11点之前就要check out 所以我现在要来整理行李 我在这个房间住了21天嘛 我的生活轨迹现在是遍布整个房间 从这次我们中间的遍布 从我们中间的遍布 你身分为了 你身分为了 的 这可能是最好的事情 我会再复布 在我身边的 今天 我计划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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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今天是我結束隔離的日子 我昨天早上跟今天早上有盡可能的把房間恢復成我剛入住的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床已經弄整齊了 雜物也收掉了 然後行李也都pack好了 一二三四 工作區域也恢復嚴重了 然後浴室也收完了 然後碗盤剛剛已經洗乾淨了 等一下再過五分鐘 飯店的人就會上來幫我搬行李 然後我就下去check out 然後我想給大家看 我這21天累積的紙袋 有多麼的壯觀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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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的第三室 Mosbaga 啊 oh no oh my go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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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準備出門去找Bell 因為我不在的這段時間呢 Bell幫我收了很多的包裹 所以今天要找他一起吃飯 然後這邊呢是我送給他的禮物 我用一個Celine的袋子 然後裡面裝的是Sweat Shirt 還有一個Summer Patch Kits Let's go 是誰 是我的包裹嗎 Christmas Package 我有帶禮物給你 還是要拆禮物 真的啊 對 登登 這件呢是EAN挑給你的 喔這個好漂亮喔 你感覺我之前好像買過的 謝謝 Bulli 所有M號L號全部都缺貨 所以我買了好像是XL吧 叫HIGH FIVE 喔HIGH FIVE 這個是HIGH FIVE嗎 對啊對啊再次再次 剛剛 我剛剛手錶問我 喔這很誇張 喔這樣子 喔就直接開了 我家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非常 混亂的狀態 那至於為什麼會混亂呢 之後可能會再跟大家就是詳細的解釋 當然就是中間有發生了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我不在香港這段期間 我的包裹有些是寄到公司去 然後有些是請我住在附近的朋友幫我收 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Bill 然後想要跟大家開箱一個 這個是我自己自費買的 然後我很期待 所以想要跟你們一起開箱 Majuri的首飾 這個好像是我8月的時候訂的吧 然後一直到10月初才送到 就他們寄送的時間是有點長 但我一直到就是12月多了才開箱 那這邊怎麼會有一條黑黑的 正常的嗎 我覺得好像有點不正常耶 第二個是這個戒指 再來最後一個一樣是耳環 這個也是有一樣的問題耶 你們有看到它有一點黑黑的嗎 我突然想到還沒有跟你們介紹我家的一個新寶貝 這個是我新裝的水龍頭 那它有什麼特點呢 這個水龍頭很厲害 它是一個非常方便兼多功能的水龍頭 我示範給你們看 如果想要自來水的話 你就是一樣是這樣子打開 就會有冷熱水可以選擇 像我習慣喝過濾水的話 冰水你就這樣壓下去等它變藍色 然後這樣 它就會出過濾水出來 如果想要熱水的話就按兩下讓它變紅色的 然後這邊就會是滾燙的熱水 有看到嗎 但最酷的是這個水龍頭居然可以做氣泡水 按下去很快 現在其實已經是我隔離回來經過了一小陣子了 你們今天才來做結尾 是因為我終於把家裡收的就是七七八八了 頭髮太醜了 戴個帽子 現在回想起來隔離二十一天 我大概到第就是過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開始麻痺了 就是你已經把日子過到都沒有感覺了 我忽然這間回歸到正常可以在街上走路的日子 走出酒店的那一剎那是真的有那種 天啊空氣的那種感覺 今年我花了大概一個半月在隔離 雖然說隔離跟在這段時間裡面要travel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累人 非常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要用隔離去交換 我可以看到家人可以看到一眼 我覺得一切都還是很值得的 對 哦 呃 So cheesy 總之我的隔離日記暫時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這會是我最後一次隔離了 我實在是難以想像 如果我今天還要再隔離的話 我應該真的會mental breakdown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